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就來講講PokeMMO的一些更新 大家如果有玩都知道在8月12日 PokeMMO終於更新了成都地區 大家就來看看它更新了什麼 好,那就先看看 這裡就寫了 成都地區已經開放了 有新的劇情和有新的BOSS 大家就可以去挑戰 至於是什麼呢?大家自己去看看 我這裡就不說了 OK,然後呢 這一部分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要看 簡單而言來說就是說 這個成都地區除了打道館會提升你的等級限制之外 還要打一些劇情才可以提升 然後就到這個球果 這個球果大家都知道 心金、金銀有一個球果是特產來的 這些球果可以做一些特殊的精靈球 例如是月亮、速度球、沉重球這些 都可以在成都地區做 那麼這裡就不全部都說了 如果你知道 大概知道精靈球是什麼效果就OK了 沒有什麼很特別的地方 好 之後就到掃雷 掃雷這個就是滿金遊戲成一個小遊戲 當你贏到去百里的時候 玩家就會獲得一個特有獎勵 那個特有獎勵 而一個特有獎勵呢 一個特殊獎勵就是一頂帽子 一頂的雷電球的帽子 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去玩一玩 另外成都都有一個頭鎚技能可以用 就觸發一些特殊的精靈 例如是那些比較稀有一點的精靈 例如是什麼飛天螳螂 什麼瓶果球那些都是要頭鎚才撞到的 好輪到白銀山 這個東西相信大家都蠻期待的 白銀山就是二周木才可以去到的地區 條件就是要打敗所有地區的四天王 以及要全國圖鑑才可以進去的 那什麼叫全國圖鑑呢 那就是 你是要捉住所有的精靈 捉住所有的精靈 那圖鑑它會有顯示 下面寫著以擁有五四六六零二 自己捕捉有兩項 那它看哪一個呢 它其實是看綠色的那項 就是自己捕捉要達到滿了 你才可以去到白銀山 那就扣除一些神獸 譬如是那些什麼水君 Shemmy 即是謝米 雪米這些都不算的 其他那些普通遭遇到的那些 都算的 其實都很困難 那大家努力 OK 我們看看情報 在道具方面 一般由上限99升到9999 沒什麼特別 然後最多可以買9999個 OK 然後其他沒什麼特別 交易行換了那個界面 大家愈有看到都知道 交易行換了少許界面 亦都給大家看看 交易行就變成這個樣子 現在交易行整個拉闊了界面 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些個體值 以及看到一些性格 其實有好有不好 好啦 遲些再說 這一段就 好 繼續說回有什麼更新 好 成都地區有新的頭目大量出現 意味著一些新的夢特性也會出來 然後呢 其他都沒什麼特別 之後就下個 下個呢 更新這一段我就不特別說了 因為我自己很少打PVP 簡單來說就是如果你在那些 匹配賽 匹配賽有些獎勵是送你一隻精靈的 就可以選全部 全部技能 就是可以用的技能 不僅是遺傳技能 就是 自選一個技能給你 至於這個課金雙城 就開放了朝旋和頭鎚的陶笛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潮船在成都地區都很常用 算不算常用呢 不常用的 其實在過劇情過 通關的時候會有用 但是之後就不會有用的 潮船理論上 頭鎚呢 頭鎚也有少少用途 如果你想撞一些特殊精靈的話 不過就非必要 都是 這兩個DECK其實我覺得 沒什麼很重要 貴仲球 貴仲球就是一顆紅色的精靈球 如果大家有看到官方配布的一些 一些精靈球的話 一些精靈 他通常都是用一些紅色的貴仲球 來表示他是一隻官方配信精靈 沒什麼很特別的 即是說這個是課金道具買回來的貴仲球 下一個 閃光護符常鎚這個意思 就是說閃光護符現在可以隨時隨地在禮物商城課金買 捐贈者狀態也就是說一些VIP 這個VIP狀態的人就可以獲得 5%的遊戲幣加成 其實如果 有多餘的錢 其實可以 即是有多的錢也可以 開一個 如果你平時都已經打開道館的天王那些 那收益一定很好 但如果你平時沒有打開的話 這個就不建議開了 OK 經驗放大器也是 課金道具 我相信這些都不用解釋 因為大部分都 其實這個都有點廢了 不需要特別解釋 好 精品香水這一點就是一個課金用的香水 香水的用途就是 給你用完之後 提高一些 提高一些 預滴率 以及就有一定的 一定的情況下 撞到一些只有香水才能撞到的精靈 OK 而這個呢就是一個課金用 即是課長用的香水 現在升了25% 香水特有的遭遇從8%變到10% 雙打群貴由20%變到25% 其實都 很少啦 其實都不算多 好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時裝 時裝呢 極光長髮雷霆道婆 和火山飛翼 看樣子 似乎是 三九 這個成都三犬的 時裝 頭就是水軍 身就是雷弓 尾就是 燕帝 我自己覺得 三件都不漂亮 三件都不漂亮 不過我遲些會買的 OK 下一個 好 到平衡方面 風銳特性的 技能呢 他就下調了 為什麼呢 因為好像說太屈 而且艾露雷鐸上一次 即是他未更新的改動之前 艾露雷鐸是被人禁了 連OU都不能進 現在就進了 好 至於重複球的機制 改了 變成 重複球這個機制 變成你要不停捉同一隻精靈 還要成功捕獲同一種精靈 你才可以一路加上去 這個捕捉率 這個是一路加上去 最高可以加到2.5 但如果你捉了另一些精靈 就變成1.0 現在就完完全全是改變了重複球這個機制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你有用重複球 另外那些就不算太特別 我相信也不是很多人用的 這些就不特別說了 好 到這個 這個都幾為重要的 就是限制道具 在這個訓練家對戰當中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如果你有 跟NPC對打的時候 他就只可以給你用4個道具 即是用藥 重新 然後強化道具 這些只可以用到4個 那為什麼官方要這樣改呢 就是因為 打天王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用藥去過 因為怎樣都可以賺 所以官方就是為了 為了打 削弱他們的賺錢方式 所以就 改為變成4個上限 下一個都很重要的就是 特殊機制下大量出現的頭目反擊會更強 但是如果有打過成都的頭目都知道 如果你把這個暢反掉給了對方 他會因為這個野性的 狂暴野性之力 是會不斷降低他的能力值 但是他更新了這個 特殊機制之後 他會有一個技能 有一個機制 就是可以把全部 能力反轉 將能力變化 譬如他現在降6級的速度 他一轉就會變成加6級的速度 所以都幾 幾麻煩的 大家看看可以怎樣打 OK 另外那些筆就不看了 大家要有興趣都可以看看 成都地區終於推出了 那我相信這個官方 都有一些應該偷改的 一些系統 大家可以檢查一下 究竟有什麼偷改 然後再告訴我 偷改的是什麼 以及影響大不大 OK 我想應該有部分人都已經知道 他官方偷改了什麼 因為都很明顯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以及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下次再見 拜拜 掰掰